极端天气杀人 这是南韩的国难日 观众朋友 南韩发生的水坝溃堤 吞没了隧道 留下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段 公车灭顶的令人哀伤的影像 隧道的至少十部车 现在已经捞出了13具的大体了 还有多人消失在泥流之中 除了暴雨还有高温 你知道吗 加州的死亡谷将飙出了54度的高温 南欧的意大利西西里岛 高温更是上看48度 更惨的在中国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短短两个星期 湖面缩水超过四分之一 这预告了怎么样的灾难 是 我们发现高温暴热暴雨 它似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你知道现在亚洲是暴雨 可是欧洲呢 到处都是森林大火 而7月3号还创下了 史上最热的一天 然后还有中东出现50度高温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鄱阳湖 我们一定要讲这个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一个最大淡水湖 现在只因为两个礼拜太热 热到变小 热到变瘦 你知道你现在从空拍头去看 你会发现鄱阳湖有点怪怪的 哪里怪 有很多地方是干涸的 那干涸的地方 就是它开始缩小的面积 甚至你会看到那些草都冒出来了 好 你知道其实鄱阳湖在去年的时候呢 它消失了大概差不多有 不到四分之一的面积 就露出了一个叫大草原跟洛星敦 这两个 可以辨别它干涸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可是今年目前还没看到 但今年它缩小的面积是比去年大的 那很多人会问就是说鄱阳湖 鄱阳湖在长江以南 江西以北 它既然成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它不能缩水 因为它成为了长江中下游 很重要的一个灌溉水系 你知道它有绰号叫什么 它叫江西之圣 所以说不要说只是江西 整个长江中下游的灌溉 都是照鄱阳湖跟其水系 所创造出来的 那现在两个礼拜就缩小四分之一 那接下来八月 九月呢 现在很多人都担心 如果鄱阳湖 再这样缩下去的话 我不要说 我们都不希望会看到 大草原跟这个洛星敦 但我们真正最希望的还是 不要再热下去 到底能热到什么程度 专家口中十万年来最热的一刻 给我们见证到了 美国的死亡股 居然标出54度高温 而在南欧的西西里岛 意大利48度的高温 南欧是可以热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欧洲其实我们要把焦点 聚焦在西班牙 其实西班牙当初我做完之后 我就跟大家报告过 我说三四月的时候 巴塞罗纳大火 这个森林大火可不单纯 三四月在欧洲 你能想象巴塞罗纳会到大火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在预估 有没有可能七月热浪来袭的时候 它可能会再烧一次 而且更严重 果然我们真的是 我们也不希望它发生了 在哪 它在这个我们所说的 拉帕马岛 拉帕马岛本身就是火山岛 所以它不能烧 它如果烧的话 它一烧起来会有点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它不小心现在真的烧了 这把火一烧下去 对于我们的经济 对于人类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跟人险 除了森林大火这些我们看到的数目都不见了 很令人觉得很惋惜之外 那些民众他们也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家园 但是真正最大的还是我们讲的蝴蝶效应 还是讲我们讲的连锁效应 就是刚刚所说的经济损失 一个西班牙烧 竟然可以导致全世界的橄榄油价格暴涨 你不信 英国 英国人就说其后为什么我继续去买橄榄油 一瓶假设我以前是买300块 现在要450 为什么涨了快50% 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些欧洲的森林大火导致均温升高 所以橄榄它活不下去 橄榄 报告君相 它已经是很耐热的植物了 它现在活不下去 所以全欧盟又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橄榄油 那你今年比去年少90万吨 物以兴为贵 当然它也就跟着通通都涨价 你讲到橄榄油我们特别有感 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讲过 橄榄这个植物是非常抗旱 非常耐热的 尚且已经热到它必须减产将近四分之三 75% 如果它减产继续拉高的话 那个价格恐怕不是 你平时掏腰包去买一罐橄榄油 你能负担 但是你负担不起 你也得买 怎么办呢 你刚提到了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起世纪的火警 到现在还没止住 已经烧了2.8个台湾大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 加拿大当初我刚刚之所以没有提 是因为它根本没有停过 它从今年1月就一直烧到现在都在烧 你从那个公拍独具外 加拿大政府现在非常头痛 因为它烧了1000公顷 1000公顷什么概念呢 就相当于2.8个台湾大 刚看到的火烧山 刚看到的热是地表你眼睛看得到的 水面下看不到的更危险 观众朋友 海洋的温度从今年3月开始 已经失控一般的飙升 已经热到突破计算土表 最高温21度 专家警告 这样的海洋温度已经热破土表 那才是全球的大灾难 对因为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局限于一个国家 某个地区 那就算橄榄油涨价的话 那大不了就是大家多掏点腰包 可是海水的均温一旦上升 不要忘了第一声音现象 第二大海的洋流改变的话 全世界的气候都会陷入极端 这是谁提出的 米英大学 米英大学说呢 今年4月初他们测的研究 说海水的温度出现是21.1度 我知道听起来也没有概念 但我就直接说 这21.1度已经超过了标准 而且跟去年比它就不合格了 好那大家会问 会发生什么事情 米英大学做的是学术研究 但是NOAA 也就是美国海洋级大气总署 它所提出的是警告 它警告什么 它说现在这个海水温度上升 会导致珊瑚死亡 三不白化 我以台湾为例 你知道我们台湾在2020年的时候 曾经发生一个悲剧 当年7到9月 你去南台湾海域 比如说小琉球绿岛那一带 珊瑚有一半死掉 将近百分之四十几 死掉哦 白化死掉 为什么 来揭秘 珊瑚能活的温度是18到30度 当时台湾的海水温度测的是30度 已经是珊瑚能够活命的临界点 难怪当时珊瑚通通在大海里面 全部都命丧于高温 除了高温 还有暴雨 这场雨居然下场了南韩的国难日了 是刚刚讲亚洲县是受大雨所侵袭 我们就来讲韩国 韩国呢 其实从上礼拜四 7月13号就开始一路下 你看画面当中 这些雨 他们说就像用到的 那你说每小时啊 几百公里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的水下下来 你要排得出去 排不出去就淹水 好 所以它导致什么 它导致目前 我现在讲话是7月17号 它已经造成了有近50的人 因为淹水而死了 不过有一起让大家听了觉得触目惊心的灾难 是发生在中青北道 在中青北道的青州市 当时在7月15号早上8点20分的时候 有一辆巴士 这个应该是当时监视器的画面 我们看到说这辆巴士 它开过去这条路 那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对不对 这条路淹水啊 所以这个巴士开一开 你没看到后来闪黄灯 它开不过去 它就改路 改道 来另外一个监视器发现 它改道去旁边的一个 我们说的 你看 框起来了 结果开一进隧道 没有想到这竟是通往一条死亡之路 因为这个隧道它的总长 是差不多685公尺 本来它很幸运 我刚才说早上8点多 遇到大水 所以它改道于隧道 685公尺 它都已经开进去大概 四分之三了 已经开了四百多公尺了 眼看它就已经要出隧道 这就很不幸 这个时候 你知道它旁边有一条江 叫做美湖江 美湖江 因为那个大雨一直下一直下 它溃体了 它一溃体 所有的水 就整个倾泻而下 偏偏我刚说的 公车改道的隧道 就在美湖江溃体的旁边 所以那个整个 倾盆大水啊 就整个这样 把隧道瞬间淹没 是瞬间哦 你在那个 清智系画面里面 你会看到 那个隧道口 整个都被盖掉了 所以当时整个 这个是巴士 很多人在存活之前 拍下来的照片 很可怕啊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坐在里面 我就举一个故事 有位李先生就说 他说当时他妈妈 就搭这班巴士 那他妈妈在搭这个巴士的时候 打电话给他说 他今天要坐这辆公车 去别的地方做事 可是他说 儿子好奇怪 为什么我们这个巴士 开进隧道之后 突然前面就灌进了 从右侧 右侧整个灌进大水 然后我们整个车 现在公车都是淹水 所以他就把那个 那个照片有很多 公车这个里面的乘客拍下来 那照片是后来警方找到的 那结果后来 这个大水一淹 就把整个巴士灭顶 目前传出最新的死亡人数 是13人 一场暴雨 可以让一个公车 在一瞬间就被夺走 13条人命 也难怪有这么多的 国家级单位要警告你 极端技术不得不防 真的好想迎韩国一直以来 台湾把韩国当成 我们想要超越的对象 但如今 韩国正面临了 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极端天气杀人 南韩发生了水坝溃堤 吞没了隧道 留下了这一段惊悚的画面 所以一下子淹进来 隧道里十几部车 跑都来不及跑 但我们录影最新的统计 已经发现13名死者了 除了天灾 人祸也害惨了韩国 在中美大战之下 过去重压中国市场的南韩 只能选边站 居然跌出了全球 十大经济体 这是多大的警讯呢 其实当然最近的这几天 因为这个暴雨造成非常多地方淹水 你知道 而且事实上是因为这个水势来得又快又急 导致它很多排水没有办法顺利的时候 目前已经造成非常多的这个土石流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连很多市区之内这个地下道 通通都被雨给淹了 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资讯看起来 最少造成40个人死亡 9个人失踪 好 问题是呢 这次南韩遭逢大雨的时候 很多人就关注到说南韩的总统尹熙悦 因为尹熙悦之前 他前往这个国外进行访问 那我也必须讲 就是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知道会发生这个大雨 但问题是当他开始 这个死伤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南韩民众开始觉得说 你尹熙悦怎么还在国外 没有回到这个国内里面 还跑去跟什么哲伦司机这些会面 那大家会觉得说 我国内的事情比较重要 所以尹熙悦现在赶快结束 他在国外的这个出发 回到南韩这边 而且就开始坐在这个 所谓的灾害应变中心里面 告诉大家讲说 哇 他的政府非常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就回来看 因为事实上这次的这个大雨 导致南韩民众会觉得说 天哪 怎么雨灾这么重 我跟你讲 你任何发言都要小心 为什么 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江南大叔这个赛 他之前15号的时候 他就举办了一个演唱会 那演唱会完的时候 他自己就在他的这个 所谓的社群媒体上就讲说 我今天这个演唱会 其实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大家都很帮忙 舞台灯光音响什么都很好的时候 他突然讲 他后面讲了一句说 哇 天气也很完美 结果呢 一大堆的南韩民众说 什么叫做天气很完美啊 你没有看到 你要暴雨成灾吗 所以一大堆人 就灌爆他的社群媒体 搞得他赶快三文啊 真的是三思而后行 讲每一句话 你要知道 整个南韩人民的心情 这个时候是水深火热 要知道15号当天发生什么事 看到这个致命夺命的隧道 这画面你看一次 心会交一次啊 其实你现在看到 这个道路本来是 这个地方本来是一条道路 而不是一条水沟沟渠 事实上15号的时候 因为大雨导致中青北道的 这个河川溃体 那溃体完了之后 他们统计最少有6万吨的河水 一瞬之间就进到了这个市区里面 那导致地下道里面 有很多这个车辆遭到这个淹没 你知道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现在这个是一列车 我们看到的是车顶啦 对 因为当时有这个公车在内 现在统计说在那个地下道里面 最少有10辆车 其实都在里面 而且捞出13具的这个遗体 所以民众就会开始直接讲说 你这个大雨来了 那你水是有问题的时候 你们到底有没有管制的措施 现在就开始互推提皮球了 你知道像他们这个地方就讲说 我的交警已经讲说 已经跟他们讲说 要交通管制 但是你行政部门都没有做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其实在这次就有传出很多这种 让人家难过的一个事情 有一位这个李先生他就说 他在15号上午的时候 接到他妈妈打电话给他 他跟他讲说 现在在下雨或干嘛 你要特别注意 他说他那时候想睡觉 你知道就跟他妈妈说 好 我知道了 结果一觉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到说 整个那个公车都被淹没 你知道吗 他跟他妈妈通话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他后来透过这张照片里面 发现里面有一个穿那个 花上衣的那一个人 他认出来那个背影是他的妈妈 而且你来看他最近因为暴雨 所以包含江源道 庆上北道 还有中兴南道这边 都发生大规模的吐石流 那这个东西你到底预警机制在哪里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整个这样子冲刷下来 所以甚至还有人是讲说 他们一家四口本来要去扫墓 居然在扫墓的逃难的过程当中 遇到三次的吐石流 后来这一家四口被找到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人惨遭丧命了 生命无价 希望赶快把人找到还有一丝的奇迹 好想赢韩国 但现在的韩国是天灾 刚刚看过了 来看人祸 在中美大战之下 韩国重压中国市场的结果是什么 居然退出了十大经济体 他们连前十大都排不进去了 你得选边站了是吗 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都会关注到讲说 你南韩的经济发展 是因为美国现在也开始要求 就是说你南韩必须要选择一条阵线 结果南韩央行在最近公布了 2022年的GDP的指数 就会发现到他年减了7.9% 只排到全球第13名 那这个是2019年以来 第二次跌出所谓四大 世界的前十大经济体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就会很好奇讲说 你南韩的经济为什么会这样跌 第一个是有可能会跟中韩贸易 降温的这个事情有关 为什么你知道 以这次数据来讲 南韩对中国出口是770亿的美金 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已经萎缩了24.9% 甚至从去年6月开始已经连续13个月呈现负成长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到南韩怎么上去的 它好几颗引擎 它有半导体 它有面板 它有造车 它还能造船 这么强大的一个工业基础之下 如今一个人祸 一个美中大战 一个逼你选边站 立刻就把它打回原型了 我想观众一定要会想说 那如果南韩是这样的话 那台湾的经济状况会不会也跟南韩很像 因为大家讲说我们整个经济模组 还有模式基本上很雷同 我们也要选边站 没有我告诉你 事实上你如果从这个2022年 我国人均GDP来看的话 台湾近10年的平均经济成长 是在3.2%左右 南韩只有2.6%而已 而且2022年的时候 我们人均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个所谓的南韩 可是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说 那南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它也做半导体 台湾也有半导体 我们回来看 南韩的半导体在5月出口额下降了36.2% 这是连续它第10个月下滑 当然我认为这样一个下滑跟美国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开始要求说你很多东西不能出口到中国去 你如果过去把这个大量的这个所谓的市场 鸡蛋放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这个篮子里面 你现在就遇到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他们的学者就开始警告说 不应该将一国的经济全部压宰 压宝在所谓的半导体上面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从数字上面来看 做半导体里面 三星跟SK海力士都是他们这个所谓的领头压 三星第二季亏损3到4兆 获利减少99.3% 如果就SK海力士来说 他们预计第二季也会亏损2.8兆韩元 连续三季的这个亏损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半导体没有办法往上成长的时候 是把南韩的国家经济一起赔上了呢 对南韩更伤的是什么 是你的忠贞 是你的爱国心跟你的向心力 今天是怎么样 树倒狐孙散了吗 有钱就是老爷就是娘就是爹吗 来看看 所有的间谍我们听过这么多 从来没有一号间谍 让整个南韩为之伤筋动骨 好 这个人叫做崔真氏 他是被视之为南韩半导体业界的权威 就他现在被指控说 他收了中国的钱 收了4600亿的韩元 而且他被质疑讲说 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收这些钱 因为他计划在中国西安这个地方 要兴建所谓的半导体厂 而且是干嘛 你知道 复科 复科就是整个厂搬过去 复制进来 你知道 那你想想看 你这种复制的方法只有厂吗 这连技术什么通通都有 连人都要挖过去 结果 你知道 这一个叫做崔真氏 他面临到这个指控的时候 他就出来说 你们这样子真的误会大了 你知道吗 他说你怎么会觉得 我收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 我在中国大陆那边 他们所做的那个设备也不同 东西也不一样 我是有什么好复科的 但问题是呢 现在他们这样一直一起来的时候 即使你这个否认所有的指控 但你就可以发现到 半导体这件事情呢 对南韩来讲 他可能真的是导致 他这个整个国力还有经济 大幅往前的一个 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 但现在是不是也因为 半导体的这件事情 导致他的经济整体的被拖垮呢 那么对 GMT 没错 那么对 他就会做什么 宪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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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宫宪宫